那在這次我們整個的規劃上 它基本上是一個三年的計畫 那我們現在等於只是一個初步的成果 但光是這個初步的成果 我們其實已經有部分的資料 是可以讓更多的建築師 可以運用這一整套的資料庫 設計出更節能的綠建築 所以在這裡也跟各位媒體朋友先報告一下 還有包括直播的朋友 因為我們現場呢 今天的天氣非常的不錯 所以我們就沒有用空調了 我們是打開我們的通風的廊道 那等一下待會如果大家真的人多覺得熱的話 我們再把空調打開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 為什麼會想參與這樣的一個計畫 其實這個要從我們打造 全台灣第一座靜靈耗能的校園 也是由我們郭英昭建築師 今天九點建築事務所的同仁們也在 他幫我們做的這些設計 當初為了打造這樣一個靜靈耗能的學校 其實我們嘗試著運用不同的再生能源 包括像是風能 包括像是太陽能 但這些再生能源你必須要去使用相關的這些次項資訊 你才能做準確的一個預測 那在我們嘗試之後呢 的確發現落成之後 離我們要達到的一個理想距離還差一點點 所以後來其實我們把太陽風能的這個基座 全部改成太陽能板之後呢 在當地其實發揮最好的一個效應 它現在一整年發電量 它太陽能板其實鋪設沒有很多 大概就是這個房間左右吧 發電量可以達到兩萬多度一年 而這整個學校的用電呢 也差不多就兩萬多度 所以它就達到了靜靈耗能 我們也把這樣的案例 帶到了聯合國的一個場域去做一個說明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喔 包括我們的同仁其實經濟常常就上去 像我上去大概三十幾次 每一次跟郭建築師上去喔 他都覺得很可惜 如果我們有一整套這個建築維氣後的資訊 提供給建築師在設計的當下 就能先知道說我可以採用哪些被動式設計 或是在主動式的這些再生能源 可以怎麼樣去做個搭配的話 或許對台灣整體而言 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發展 所以後來我們就在台大的董事會裡面報告 就非常謝謝董事會給我們的支持 特別是我們創辦人給我們的支持 讓我們開始了整個的計畫 所以一開始呢 我們是不是就先歡迎 台大集團的創辦人 暨基金會的董事長鄭崇華 鄭仙 來跟我們說幾句話 歡迎鄭仙 謝謝 謝謝 首先是中央氣象局的葉局長 還有陳祖內閣 另外就是台灣建築中心的楊董事長 還有李經理也一道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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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的這個陳部校長 還有呢就是國際氣候發展智庫的趙執行長 非常感謝各位 首先感謝各位的支持 也感謝各位呢 擺盲之中抽策時間 來開來來參加這個 我真的是感覺到非常的榮幸呢 能夠請到大家 來見證這個建築為氣候吃料庫的上限 這個讓建築師呢可以免費的利用最完整的這種氣象資訊來設計他的濾建築 這項計畫呢 是台大電子文教基金會發起 那麼感謝中央氣象局提供了原始的氣象數據 還有財團法人 台灣建築中心協助這個資料的轉化 同時也這個麻煩這個台灣大學的陳老師陳部校長來帶領他 由他的團隊來執行這件事情 第一步的話 我們已經把過去20年的歷史資料轉換成建築師可以透過建築資訊模型 所謂的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使用的資料 那麼建築師呢可以連結到這個台大文教基金會的網站上面呢 來下載包括像日照啦還有各方面的溫度啦、尺度啦、各方面 還有二十四項的關鍵的氣象資料啊 來可以呢因地適宜的設計一個好的濾建築 這個根據統計啊這個建築上目前全球用電呢 是相當高的 全球的資料有說是到54% 這個是我覺得是好像高了 相當的高了 當然每個地方不一樣 那可是呢每次我們要蓋一個濾建築的時候 我自己的資料呢找建築師來 一個有經驗的建築師 他就一直問這個春夏秋冬每一個 你們的氣候狀況怎麼樣 想盡辦法去尋找這個資料 另外呢甚至於我是覺得很認真 而且很有經驗的建築師 他一定要到現場去看 看他的風向啦整個 因為綠建築 所謂綠建築就是說除了我們 這個人類科學進步用的這種設備以外呢 他盡量地去想辦法得到一個跟這個智囊去配合 讓你能夠這個又間能減燙 而且呢讓人過得很健康舒適 這一點是我們每次建立一個新建築的時候 一個經驗到的 這個台達我們一起蓋了很多綠建築 20多棟 可是呢這個我再計算下來 就是說跟以往的建築比較呢 大概平均下來真的是 覺得這件事情講起來好像不容易 可是實際上呢 每個綠建築間呢 都到達了百分省能量一半的境界 那有些特別好的呢 甚至於省到百分之七十 像我們第一棟建築的話呢 是南科那邊那個 由這個林憲德老師幫我們設計 然後過了兩年以後呢 他一直跟我提呢 很希望能夠蓋一個 讓民眾可以去參觀 表示這個建築真的可以省掉很多能源的建築 這個建築呢他跟我 我就幫忙他做這件事情 他跟我講的至少可以省到百分之六十 可是後來一直在建的過程當中 一直一下子又變成六四五 後來又變成七十 甚至於七十還更多 我就問他怎麼可能 因為他有很多材料啊 本來不敢去用的 因為有的材料呢 台灣沒有的 那麼他不敢去用 所以他算下來呢 是百分之六十多 可是他在蓋的當中呢 很多這個 國外輸入這個賣這些建材到台灣來的展上 聽到這個消息呢 他願意免費的給他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得到更先進的更好的建築 所以他一直就增加了很多 這個建築大概接能就是到了百分之七十三 我記得好像是百分之七十三 那賴校長聽到了很高興呢 給他一塊地去種樹 那麼希望呢這個變成品牌坊 這是當中一個很有很深的 另外就是剛才那個畫面上的 那賴校 那一年每平方米才 一年喔 每平方米才用七度的電 照我們最新的標準的話呢 這個小學是十七度 這也是覺得很厲害的 另外還有我們在北美的 這個建築物呢 這個建築物呢 因為他的地下 你把地下 你把地下差不多就是二十一度的長溫 挖到底下 把底下的溫度引到建築物來的話呢 這個冷氣可以設很多 那當時就覺得這個地方很合適 做這個 就設計了一個 所以零 就是自己的能量就夠以這個 也是 zero emission的一個建築物 實際上蓋好使用沒多久 就到達這個目的 可是現在反而到不了了 因為是去做了很多這個 這個充電 這個電池車的充電 一個一個鑽起來 就用了更多的電 所以最近呢 我們還要再加一些太陽能 讓它還能夠保持 zero emission 這些經驗都讓我們很興奮 所以對這個活動 我們可以每次覺得 假如我們做了這件事情的話呢 讓建築師在台灣這個資料給他以後呢 他就可以很快的更完整的資料 來設計他的建築 這是非常有幫助的 這個 談到這個環保上面 我們最近這個聯合國政府兼 氣候邊境專家小組 就是IPCC 正在這個緊密的開會 他希望在今年的十月呢 能夠提出一份關於全球 這個 這個新溫溫度的這個 在這個全球 在這個希望能夠達到升溫 把它控制在1.5度 這個裡頭的進行的狀況呢 做一個報告 那目前呢 我們看到現在的各種現象 感覺到好像很不容易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包括這個上週歐洲 歐洲這個上週很奇怪的就是 它居然冷到攝氏零下20度 反而是北極呢 等於是打破過去的紀錄 它反而是2度 所以北極反而溫度高 歐洲那個北部反而溫度低到那個程度 所以這個氣候變遷呢 整個是把它搞亂掉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美國的前能源部的朱部長呢 他說下個世紀 假如我們再這樣搞下去的話呢 下個世紀 海平面可能會上升5米 這個很可怕的 所以說我們要共同的努力 來同時 這個對整個人類的生存是影響很大 最後的話 我要再次感謝我們這次合作的夥伴 就是中央氣象局 還有裁判法人建築中心 還有這個陳教授陳副校長那邊 大家的資源 那麼非常感謝大家的努力 那我們順利的把這個氣象建築 氣象跟建築兩個事情 把它合併起來 能夠更有力的去蓋這個綠建築 這個我想我們呢 繼續的共同努力下去 最後還是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鄭仙 謝謝鄭仙的勉勵 因為的確我們現在蓋的26棟綠建築 我們都希望它能夠陸陸續續的接能一建 一棟比一棟還要好 那在這次整個資料庫的建制方面 其實我們非常仰賴中央氣象局給予我們相關的協助 又即使在我們最後資料庫出來的最後一刻 其實像陳主任都還幫我們很仔細的 只要覺得這中間有任何可能講不清楚的 都要再去redify 所以讓我們這資料對建築師來說 真正是一個可信 而且足以使用的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就來歡迎 我們中央氣象局的葉天將葉局長 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歡迎葉局長 謝謝 謝謝鄭董事長 然後郭執行長 然後楊恩董事長 還有那個陳副校長 還有台達電的朋友大家好 有好多媒體朋友 謝謝大家 我非常感佩台達集團這邊 對社會責任的貢獻 還有對全球暖化議題的這些投入 剛才鄭董事長提到全球變遷 氣候暖化的議題 確實是這樣 在台灣事實上也不能夠免除 我們從資料顯示 溫度的上升事實上要比全國 全世界許多的地方都要明顯 所以台灣是不能夠不注重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氣象局是全國氣象的一個主管單位 那氣候變遷全球暖化這個議題 也是氣象局主要的業務之一在注意這個議題 當然氣象局不是附著所有國家在氣候變遷全球暖化這個議題之下 的主管單位 不過確實是要如何推動氣候服務 怎麼樣善用氣候資訊這樣的議題的一個主管單位 那過去氣象局的氣象的服務 大概比較多面向民眾比較注意到的 大概是一般的天氣的預報的服務 比如說這部分各位媒體應該注意 就是過後幾天又有一個要比較冷的天氣來 對對 大家會需要注意到身體或者其他作物的一些防範災害等等 那當然氣象局也注意到其他一些怎麼樣 就是在氣候暖化之下應該注意的東西 不過怎麼樣在地域建築的這一塊如何善用氣象資料 確實氣象局第一次有機會來參與 我想這部分要特別感謝台達這邊還有副校長這邊 能夠有這樣一個構想 讓氣象局的資料能夠進一步發揮在這個區塊裡邊 當然我們了解今天事實上只是走的第一步我覺得 就是氣象局把氣象的資料這一端 讓台大的團隊這一部分做出一個讓建築界更多人 能夠來用共同來使用的一個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氣象局投入的基本上是非常少 因為主要的處理都是台大團隊這邊還有台大團隊這邊 還有建築中心的這邊 不過氣象的資料的維護和保管 確實是氣象局負的責任 那我們也希望進一步以後把這個資料 能夠在其他的方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能夠來跟氣象局接觸 讓這部分國家的財產能夠更有效的應用到各個層面去 那經過這次服務 氣象局自己事實上也是一個受益者 因為我們馬上會有一個田中氣象站的建築 事實上還沒有發包就要發包的 那我們第一個理念就是怎麼樣善用我們現在有的一些知識 讓我們那一棟建築能夠做得更綠一點 所以當然也稍微有一點點晚 我們可能沒辦法做到百分之百這個團隊的期待 說我們能夠做得那麼好 因為一方面政府的價格大家都知道會抓某一個值 不見得所有的做法都能夠依照這邊的建議 不過氣象局會逐步來 我們下一個目標是我們苗栗將建一個新站 這個計畫還沒有提出來 我們希望能夠再利用這部分的資料能夠做一個 我們政府單位也能夠認為是模範生的一個 要更接近台達集團這一邊 能夠在綠建築這邊有那麼多的貢獻 我們希望氣象局也能夠追隨於後這樣 那今天我想要特別感謝大家 能夠把氣象的資料進一步的應用 也要特別感謝大家就是對氣象局過去的支持 更期待以後大家對氣象局有更多的建議 和更多使用資料上的建議 看看我們如何把國家的這一份寶貴的資料 在各方面都能夠進一步應用 好 今天要再次感謝大家 也要預祝這個資料庫今天完成之後 有一步的應用更重要的 下一步能夠更好地來使用它 謝謝 謝謝局長給我們的勉勵 那在這次整個的資料庫裡面 其實非常仰賴參傳法人建築中心 在這裡面給予我們許多的指導 特別是把病整個的概念帶進來之後 讓未來所有的這些氣象資訊 能夠跟真正跟建築整體的這個數據化 來去加一個整合 接下來我們是歡迎楊董事長 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謝謝 我們今天的那個台大電的 胡椒基金會的鄭董事長 還有我們那個國執行長 還有我們今天我們的 我們叫做建築維氣候資料庫的一個合作的夥伴 我們中央氣象局的葉局長 還有我們台大的陳文副校長 還有我們中央氣象局的那個陳科 陳主任 那我是台灣建築中心 楊清富 很高興那個建築中心來參與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我想剛剛那個 那個胡椒基金也談過 這個 如何爭這個維氣候 應用到建築裡面來是一個 現代科技的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建築中心長期就是在做 有關建築方面的開發 包括剛剛董事長講那個 林憲德老師是我們綠建築的主師爺 也是我陳大研究所老師 就是我們中央的一個綠建築的 種召集人 也是他發起的 那台灣有這樣的綠建築也是林老師 他在鼓吹的 那建築中心就在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跟各位媒體講就是 以前的做建築就是 就是好像是有感覺的在做 很少說有數據化來做這樣的引導 比如說以前就是看風水嘛對不對 整個風水最好把它蓋好 那房子是不會動 是一個不動產站在那邊 那人是會動的 那用人跟房子是一樣的 人要去適應很多環境 然後那個房子 房子也是要適應很多環境再去蓋 那以前的蓋房子是用感覺在蓋 看風水在蓋 那現在就是因為有了科技以後 整個房子蓋是用數據來蓋 那這個數據怎麼來 我相信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來源 像今天我們要揭露這個資訊的系統 就是說我們建築物如何跟環境結合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那台灣很榮幸 因為台灣的那個海拔從零到快四千 所以它氣候完全不一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那我們台灣的氣候就是怎麼樣 在熱帶 亞熱帶還有那個溫帶的環境之下 只能去做這樣的一個環境的一個變化 所以我們在做設計的時候 就很中意注重這些氣候的一個變遷 那所以這個今天這樣的一個為氣候的一個資訊 對我們建築物業是非常好的一個幫助 那我希望今天這樣的一個資訊提供 是一個對我們建築物業是很重要的一個幫助 今天很高興來參加這樣的一個發表會 那我想台灣建築中心也會把這個資訊 然後公佈給大家去使用 讓每個建築都能夠達到一個綠建築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一個設計的一個理念 那很高興今天來參加這樣的會 所以我想就講講這邊 希望能夠我們未來在綠建築方面 在避雲方面能夠更好的一個發揮 謝謝 好 謝謝楊董事長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介紹在整個計畫的靈魂人物 我們陳凱然陳副校長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歡迎 臺達電 臺達集團這個創辦人 臺達電子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鄭聰華 鄭健森 還有文教基金會的郭山昌 郭市長 還有張陽前 張副市長 中央信長局 葉天將 葉劇長 臺灣 建築中心 楊清副 楊董事長 李明浩 李經理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好 第一次跟各位以這種方式見面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歷史的機遇 當數位化的時代來臨之後 其實我們一些舊的觀念慢慢被取代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在建築業裡面 大約在十年前美國推出一個 Beam這個計畫 Beam我們剛剛 政董事長已經介紹過 就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本來叫做建築資訊模型也好 或是建模也好 或是模擬也好 基本上它是用一個新的技術 來從事我們的整個建築 不管是個體或是一個區域 或是一個更大的範圍 它從開始規劃設計到施工 從營建到最後的營運使用等等 新的技術裡面呢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觀念說 除了美國之外呢 歐盟也開始在用這樣的一個模式 在從事這樣的建築方面的 做一個協助工具 那舉例來說我們東亞地區 美國 不是 就是日本 韓國 中國大陸 甚至香港 澳大利亞等等都在做 在台灣來講的話 我想因為台灣建築中心 應該是政府有授予這樣的某一些責任 他們很早就把這樣的VIM的Idea引進來 同時已經開始推動在事情 那麼這個VIM的東西呢 既然是一個潮流 那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 要談的是Green BIM 在這個Green BIM的架構之下 我們的地建築 它的氣候資料庫的建立這件事情 因為台達文教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 剛剛我們張副執事長談到 董事會非常贊同 最主要當然是鄭董事長 因為它應該是立建築 我們台灣立建築支付了 26棟 26個項目已經走了 這都是個別化 但是我想在台灣建築中心推動之下 我們的政府從政策面慢慢在形成 將來可能會循著兩條路走吧 例如說美國是比較強制的 凡是政府的建築 它一定要走過VIM的程序 某些國家是某一個量級 某個數量級 以金額來講的話 或是量體來講的話 某一個大建築的話 它需要透過這個VIM的程序 那今天我們談這個 可能等一下我們李明浩 李經理會在細節 談到說怎麼去使用 倒是說這個觀念如何形成 是在這個綠跟VIM之間 Green BIM Green要引進來 氣象就進來了 剛剛陳如我們業機長所談 各位知道每天在關心的 大概是氣象幾個預報 最近又要冷又要熱 颱風要不要來 要不要下帶 要不要淹水等等 其實各位可能知道 也可能不知道 自從我們行政院公佈了 氣候變遷的調適綱領之後 各個政府部門 開始要一些調適策略 跟調適方案 這是我們的中央氣象局 作為我們政府部門 它要提供有關氣候科學方面的 質詢跟氣候資料的服務 這個部分我想今天我們談的 這個綠建築裡面的綠 其實跟氣象局就完全結合上了 所以陳如剛剛我們的業局長所談 對於一個政府部門來講 它所收集的資料 所處理的資料 所包含的資料 要能夠應用 今天就是我們做最好的應用 應用到建築 那麼因此呢 在這個地方如何能夠結合 其實我個人來講的話 在這裡面我學習很多 在這裡面我重新認識 我們台達電的集團 在董事長領導之下 做了很多很多他們公司在推動的 綠能 綠建築這樣的工作 將來我預見 從個人之外 還要從政府從上往下 這樣的一個推動 讓我們的台灣 真正變成一個 綠建築的一個模範的一個地區 一個國家 今天在這個地方 幾段的記者招待會 其實就是我們第一年 在台達電子文教基金 支持之下 所呈現出來的成果 換句話講 你上我們的網站 你將可以看到說 你要的資料已經在那邊了 你要的模式已經在那邊了 如果你不會使用 沒有關係 我們台灣建築中心 他們會幫你做教育訓練 所以建築師也好 建設公司也好 或是我們個人也好 這套東西出來以後 對你將來的整個工程的規劃設計 隨後的營建 到後來使用維護 都大有幫助 不只是此 這個資料庫的建立 隨後在網站上的流通 我們意見 它的資料的完整性 資料的精密度 整個模式 對於我們節能減碳的效能提高 將會以日激增 我們很期待 我們台達文教基金 對於這麼一個計畫 希望能夠能夠永續 讓它在社會上能夠運轉 讓我們的社會上 需要使用的 在立建築這塊 能夠真正充分 利用到我們台達文教基金 回饋社會 回饋社會 作為一個企業 社會責任的一個充分表達 也讓我們台灣建築中心 辛辛苦苦引進來的病 能夠加上green 能夠如虎天禮 讓氣象球的資料 有更大的發揮 我覺得這樣的話 我們的政府的能源政策之下 其實我們已經往前走了一大步 我們已經走在政府 目前的能源政策的前面 讓我們的立建築 這個構想 透過這個計畫 今年才是第一部電機 都已經可以使用 所以你將會看到 每一年每年的精進 讓你的使用效能 可以漸漸提高 我們一直這個計畫 能夠在台達文教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的支持之下 能夠能夠永續的經營 也希望我們的氣象局 跟我們的台灣建築中心 能夠跟台達文教基金會 繼續合作 讓這麼一個計畫 能夠永續不斷的精進 讓我們的未來立建築 成為國際的典範 謝謝各位 謝謝副校長的支持 那因為有些貴賓下面還有行程 我們現在先請剛才支持的 四位貴賓我們來到台前 我們先合照一張 對 我們先來到前面 局長 正先 來 我們 就站到綠色地毯這邊 來 請 來 這間我們移就好 來 請請 我們移就好 來 我們大家靠緊一點 我們是不是先看前面的 媒體記者取景 好 這樣一整個的 維氣後資料庫 我們希望真的能夠帶給建築師 在設計建築上 有更多的方便 今天在場 也有蠻多建築師 來為我們捧場的 那待會媒體記者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 詢問看看在實際業界的需求上 好了嗎 好了嗎 好 比個讚 比個大拇指 比個讚好 再先比個讚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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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貴賓 那我們是不是先 媒體朋友我們先把桌子 這個 工作人員我們先把桌椅先搬回來 好 接下來我們會進行我們 細部的資料的說明 那我們有兩位協同計畫主持人 會做各七分鐘的一個說明 首先我們是不是先請 趙公願執行長來為我們做簡單的介紹 好 謝謝張前副執行長 那 鄭董事長 那 郭執行長 然後 葉局長 然後 陳副校長以及所有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國際氣候販智庫趙公願 那今天很高興能夠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年來推動建築為氣候資料庫的 這個計畫的一個成果的展現 當時為什麼會推動這樣子的一個建築的 氣候資料庫的構想 來自於當我們在盤點所有的 在全球暖化的整個架構底下 我們要做相關的減碳目標的時候 針對不同的部門的減碳目標 我們大家來看 例如說以最新的 106年的整個 氧化碳排放的佔比來看 例如說住宅部門 住宅部門所佔比的大概是11% 那其他當然工業製造部門 運輸部門等等它各有各的佔比 那在我們去年 事實上我們長久以來推動不同部門的減碳的時候 像去年我們就針對運輸 在立法院其實有一個公聽會 然後現在當然在立法院 在整個行政部門也回應了 2040年其實電動車就已經在台灣會落實了 所以回到住宅的部分上 然後大家看到住宅部門11%的減碳怎麼來做 那例如說大家看到最新的這個 整個大的趨勢來看 從2000年到現在它其實是一個緩步上升的排碳量的狀態 所以怎麼來具體來減 其實回到當我們要推綠建築的時候 OK 綠建築當我們要在推動的時候 其實它在整個建築排碳裡頭 什麼東西佔最多 電力排放 也就是我們在處理建築要排碳的減量 然後以及找到它的最終的源頭 其實能源佔在這樣子的一個建築排碳裡頭 其實是一個主要的一個排碳的來源 OK 然後在這個排碳的這個部分來講 建築所佔的能源其實在全台灣的這個能源的佔比 其實也將近20% OK 所以我們當時就想說 如果能夠透過更精細的資料來回過頭來 讓建築的節能效益提升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達到具體的減碳的目標 那回過頭來講 目前建築最重要的一個減碳的想法 其實是來自於 例如說我們怎麼設計綠建築 把氣候做融合 可是當我們沒有精確的這些氣象資料的時候 一切的想法其實都只是概念 例如說你想像過去怎麼樣 像剛剛有提到這個風水做南朝北 然後你去看日照的方向 很多時候是過去的經驗 可是它沒有一個數據來做一個比較精細的佐證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構想 在未來 OK 當然過去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急迫性 可是在未來 其實不同的國家進程裡頭 其實可以看得到 它慢慢的已經落實到 不只是一種自願性的遵守 它變成是一個從上而下的法令上面的一個要求 舉例來講 例如說紐約在去年的9月 它針對公共的這個建築 以及私人的這些商業大樓 它已經開始強制在2030年之前 要完成改建 那它的這個減碳的目標 其實要達到整個節能的一半 那這邊看 例如說它這邊如果 百分之這個 25的 四分之一的部分做改建之後 它全市的排碳量 可以減少到7%以上 相當於90萬輛的汽車 OK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構想下 有機會我們能夠跟這個 台灣建築中心這邊 然後以及中央氣氧區 一起來合作 透過一個比較精密的一個 資料的驗算的一個方式 來達到具體的節能減碳的一個效果 讓我們在做氣候調試 或者是在減排的部分 那也因為這樣的 像剛剛這個陳副教掌所談到 就是說也因為未來的整體的 在規劃時候的數位化的趨勢 所以在整體架構上 我們把它稱之為 例如說 這也是一個在智慧城市的 整個大的建築設計的概念底下 以目前來看 他們在做建築設計的時候 透過一個病的模型 它從前面的基電分析 然後到這邊去 透過日照等等的相關的資料 去分析它目前的耗能的狀態 然後到後面的施工 到後面的營運 其實現在的建築業界 已經可以透過病的模型 來做一個 在你還沒有蓋之前 你就錯過3D的方式 你去做一個實際的模擬 然後來看看到底我今天 實際的建物蓋出來之後 它的能源效率到底是多少 OK 所以在這樣的構想下 在第一年的架構底下 當然因為時間其實也非常非常快 所以我們先選擇了 在西部地區的比較人口密集的六都的部分 然後再加上原來就有的一些 包括花蓮台東等等的建站 在第一年的這個計畫底下 我們總共設了13個站點 那把整個資料 從1998年到2016年 這近20年來的比較詳細的資料 做成一個8760小時的一個標準氣候年 然後融入到整個Green Beam 我們稱之為Green Beam的 這樣的一個模型當中 那能夠做建築師 當他的建案是在這些地方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非常 一個detail的參考的資料可以來做使用 那當網站 大家搜尋我們的這個Green Beam 建築圍氣候資訊平台之後 你可以進到我們的網站來看 那這邊有13個 剛剛提到的站點的資料 然後你選擇之後 它這邊會有它的輕緯度的位置 然後它其他的一些參考的 這些氣象資料等等 工建築師來做參考 那更重要的是 它其實有四個不同的格式 可以工作下載 那為什麼會有需要 這樣子的一個不同的格式的轉換 因為過去來講其實 回到剛剛提到 建築師如果要過去做設計的時候 他其實參考資料 他必須自己用想像的方式 到他的設計裡面去做參考 然後不同的能源的計算軟體 其實他也在這個格式上面 其實非常非常的複雜 所以當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我們目前來講 把最常用的包括 Energy Plus Equest等等這些 不同的軟體的資料格式 我們也都做了一個具體的呈現 然後在這些資料裡頭 轉換成他們可以吃的這樣的一個軟體的模式 然後也把原來過去觀測裡頭比較缺的 例如說在這個日照的部分裡頭 他們有些過去是觀測值是有缺漏的 或者雲遮量等等 建築師他會需要的 但過去相對來講比較缺漏的 其實我們都做了一些補儀 那當然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如果你今天蓋不同的地方的房子 其實一個站點 其實跟你的精確的位置來講 其實還是會有一些小小的 距離上的察覺 雖然我們認為他的參考價格很高 所以在未來來講 其實我們會希望 接下來的兩年以內 把站點從13站增加到26站 也就是說盡量讓本島幾乎每個縣市 就是能夠都有一個示範型的站點在那邊 那當然包括離島我們也只有考慮在內 所以未來來講 其實盡量就不同的縣市之間 當你建築師要做設計 那他就可以有一個相對的 一個參考的detail的資料 那如果有可能我們也更期待 在這個建築中心以及氣象局 及台達的這個整體的支持底下 那我們能夠讓整個資料的部分 更精進 那以上跟大家做說明 謝謝 好 謝謝工悅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另外一位協同主持人 我們建築中心的李明浩經理 來為我們做已經進行了幾個案例的展示 鄭董事長 業局長 陳副校長 郭指引長 跟那個台達的所有夥伴跟媒體朋友 大家好 那接下來就是由台灣建築中心李明浩 來為各位做個介紹 那其實我們台灣建築中心 好長期配合這個內政部 內政部建築指揮所 推動相關的一個計畫 推動綠建築 那其實我們在執行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 那綠建築如何跟這個氣象資料 能有效的融合 讓這個建築擁抱氣象 讓它發揮最大的效益 那我們在想 在建築設計的話 其實如何提供更精準 更在地化的氣象資料 我相信對那個 在做這個建築的設計的話 會有發揮最大的效益 那所以我們在執行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樣這個 產製的這些氣象資料 那應用到兩個案例 那這兩個案例 有一個是新建的案例 一個是既有的案例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其實這些氣象資料 應該都可以應用到 無論是新的個案 或者是既有的建築 都可以讓它發揮效益 那新的個案的話 剛剛其實葉局長提到 那就是在氣象局的田中觀測站 那田中觀測站的話 那我們把它導入以後 那我們就再做了一個 有這樣一個氣象的資料以後 那其實可以更清楚了解 那其實過去在做2D的設計的時候 其實在溝通的時候 比較困難 那如果透過這樣一個3D的方式 其實很容易可以了解 我的設計是什麼樣 那我可以更容易溝通 那在做這個建築設計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得到 這個建築的一個量體 它裡面的人 它裡面的設備 它所用的空調設備等等 它的一個能耗 透過這樣建築能耗模擬 可以來了解 那它在做設計的時候 可以更容易來去做一些調整 讓它發揮最大的效益 那這是建築內部的一個模擬 但是在外部的話 剛剛提到了它的日照 剛剛講的看風水 做南朝北等等的 那所以在這個建築 這個模擬的時候 它的外部的條件 它的一個情況的話 我們怎麼樣去來做一些了解 那我們這樣的話 透過這樣的方式的話 可以來做它遮陽 它開窗的一個調整 讓它發揮最大的效益 但是這些都有了 利用BM這樣的一個技術 讓它發揮一個最大的一個效益 那這邊的話 就是在這個整個建築的 它這個周遭 它的日照的部分 那因為有這樣的方式的話 其實可以更容易了解 那剛剛講的話 其實像九點的話 他們在做設計 他們就非常的精準 他們還會去在地去觀察 要了解現況 但是現在有這些氣象資料的話 它可以先事先去了解 然後它還在做一個現場的一個 那個輔助 那這樣可以節省一些蠻多的設計時間 那這是在我們現 那個一個新的個案的部分的話 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做一個設計 讓它達到一個最佳化的一個結果 發揮一個節能的一個效益 那這邊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相關的一個部分 無論是外部的熱負荷冷負荷 都可以來輔助建築師 再進行它那個像的節能設計 那這些氣象數據的話 也不再只是一些單純的數據 而是大家看得到 因為透過3D的方式 它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看得到了 也更容易跟我們的業主 無論是工部門的 或者是私部門 像台達電 或者是我們各個機關的話 來做一些相關的溝通 那接下來是個既有的個案 那既有個案的話是 Living3智慧展示中心 那也歡迎各位的朋友 有機會去參觀 那Living3是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在推動智慧建築的時候的一個展示中心 那當然各位可以看得到 智慧展示中心它這個部分 它是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的一個材料試驗中心 除了智慧展示中心以外 還有一個材料試驗的一個基地 那這麼大的量體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的營運維護就更顯重要 那日常的營運維護的話 它的耗能 那我們如何有效的減低它的耗能 那就是非常的重要 各位可以看得到 其實這個畫 這個畫面各位可以看到 它裡面我們現在目前來講做的嘗試 我們就把Living3建設一個智慧化的管理系統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在內部 就可以看到它的外部的一個氣溫跟濕度 那它的日射是什麼情況 它的風速 然後它的一個用電的情況 用水的情況 PM2.5的一個情況 還有室內CO2的一個環境 那更重要的是 它跟裡面的維護也做一個結合 我們可以了解我們內部的設備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可以馬上即時的進行維護 那這個是怎麼達到 剛剛其實講到了 其實就是我們用BIM的技術 跟物聯網做個結合 把它應用到日常的營運維護管理 那做這樣一個結合以後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部分的話 當然就是能耗 紅色部分就是能耗比較高的部分 它所以呈現能耗 那就呈現紅色 那綠色部分就是能耗比較低 那這些部分的話 它當然就是說 它整個來講 它是配合 它會即時監控 那內部的人數 它可以即時的反應回來 那所以說透過視覺化 那個 來做一個管理空間的營運維護 那這些東西 這些管理系統的話 主要就是透過 我們就透過BIM的技術 把空間跟設備做完整的鏈接 那這些空間資訊的話 越完整 設備的資訊越完整 在日後的營運維護的話 就可以發揮更大的效益 那這是目前來講 這是我們也是在做一個導入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 其實有這樣計畫以後 那因為前幾天 2月22號 那我們在桃園市政市長的一個見證下 我們跟桃園航空城公司 我們跟中華航空公司 簽署了一個綠色智慧桃園航空城的一個MOU 那為什麼簽署這MOU這麼重要 因為它要推動一個綠色智慧的一個航空城 那這個技術 這個氣象的資料 那未來我們是建築公司 擔任它的一個顧問的一個角色 那我們也希望積極把它導入 把這樣的氣象資料 應用到這個桃園市的 桃園航空城的這個計畫 讓它發揮更大的效益 那這樣的話 7%或者更高的一個節能效益 可以發揮 那這是我今天的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那接下來就會進行我們的提問時間 在這之前我們會有幾位貴賓 我們要請你們起來一下 我們工作人員會幫你們把椅子轉向 我們面對所有的媒體朋友 那正先我們來這邊 來 來 就先坐這裡 好那就看在座各位媒體朋友 對於今天 記者會所我們上線的這個內容 有沒有相關的問題想要提問的 或者是建築業界的朋友也可以歡迎 是 金美 在期間中 想更具一點 就是你得到這些技巧資料 那到底呢 確切地協助你們做什麼樣的設計 要發到什麼樣的技能 比較具體的 讓觀眾朋友了解 因為以前大家做難 很臭臉好難嗎 還是因為你要看得 然後下次會比較有效 那如果有這樣的理由 比較科學的話 去做真正的 這個我們先讓建築中心提 然後剛好我們9點 建築事務署的執行長也在這邊 待會也請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其實我們董事長有提到 那過去好像有憑感覺 憑過去的資料 那坐南朝北或坐北朝南等等這些 那當然更精準的這個 那個氣象資料 那其實有日照軌跡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的開窗該從哪邊 那我們可以來運算計算說 它的一個開窗率應該是多少 可以達到一個最大的效益 那這些都不再只是說 一種感覺 那這種計算的話 會更精準的 那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還可以應用到 譬如說因為 氣象的資料還包含風的部分 那其實剛剛講的 其實剛剛那個張副指定長在提 我們今天在這個會場 是沒有開冷氣的 為什麼 我們一個風浪 那這個部分 那像魔法學校裡面 其實也沒有 它在這個會議中心 它也是利用那個 熱島的一個概念 它也可以這樣節省一個能耗 但是這些都是要有 比較完整的氣象資料 來做個應用 那有這個完整的氣象資料的話 其實在做設計的話 可以發揮更大的效益 那剛剛講的其實 我想那個林執行長的話 他們在做這個設計的話 我想它可以提供更多的一個建議 董事長 各位長官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九點建築師事務所的臨職欣賞 林建築師 那針對剛剛媒體提到這個 過去我們在做建築設計或規劃的時候 其實如何創造一個節能的建築 那我們在規劃初期 就會考慮一個基地 每個基地的風 光 水 熱 這些基本的氣候條件 那可能過去我們可能建立在 既有的概念上 冬季吹 東北風 可能夏季 西南風 可是實則不然 在台灣這種 地形很多變的一個小島 可能在海邊 在山上 甚至在每個地方 它有地域的氣候 而造成當地的 可能風向的不一樣 或者是日照的 那我們就透過 比方說我們了解這個風向 那我們可能盡量在冬季 我們會夏季 我們會引導它的一個 夏季風的一個窗 通過我們的公共空間 提供一個更好的 自然通風的環境 以日照來說 如果知道這個日照的角度 時間 那我再搭配我們的創能 比方說太陽能板 或者是這些規劃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些 比較在地的 嚴謹的 跟精準的資料 來配置這些設備 那當然我也是 再次感謝這個 台大基因會 跟這個 中央氣象局 跟陳老師這邊 我覺得這些數據 在過去我們在取得上 都非常的辛苦 那事實上我們在過去幾年的 做建築的過程中 也是透過很多管道 跟氣象局這邊去搜尋資料 然後去把它分析 那也許在未來 當這些資料變成一個公共的平台 大家都可以自然的取得的時候 我覺得在資料的應用上 跟它的效益上 可以發揮更多更多的一個發揮 這樣子 謝謝 好 還有沒有其他媒體記者 有其他問題的 趙執行長 趙執行長 剛才您提到說 希望將來佔點13個到26個 但不管是13個還是26個 其實對我們一般的讀者來講 其實不太理解 就是到底它應該要多密 譬如說東部 三個縣市各一個點 可是它的幅圓跟長度這麼大 三個點夠用嗎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您剛提到就是 建那個標準氣候年的資料 所以這個站點是必須要 實際設立 它並不是從 氣象局已經有的API裡面撈出來嗎 沒有沒有 你先 工業你先 謝謝 剛提到13個站點 的確它其實是氣象局現有的站點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會提到 從13個到26個 其實基本上就是回應您剛剛提的說 在氣象的資料上面 如果對很多建築師來講 它的這個距離位置差太遠的時候 其實它很難做使用 舉例來講過去我們知道建築 因為當我們在做這一年的計畫的時候 其實當然也跟建築業界 跟建築中心非常多的討論 那舉例來講 例如說美國的建築的這個能耗軟體 他們在使用台灣資料的時候 它其實當時用的是一個北部的一個站的資料 可是當你蓋南部的房子 台灣建築師當時沒有別的選擇 它只能用那個北部站 當它要跑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們在第一年提供13個這個部分上 其實已經是希望至少能夠 對建築業界來講 你在人口密集區就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先選六都 然後當然東部也有一些原來就把它增加了 那就是說至少在人口密集區 當你要蓋房子 你要有這些建案要做實行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有相對參考的點 那未來希望擴充到至少每個縣市 它有一個這個標準的站點在那邊 提供大家做參考 我想這是我們接下來的一個目標 那回到剛剛講 就是說為什麼它需要這些時間去做這些資料的處理 因為8760小時的這個標準氣象年 其實它是每一筆都是實際的氣象資料 它不是我過去把所有的氣象資料 例如說我們現在是20年的資料 98到這個2016 20年的資料 我不是拿來做平均 然後就告訴他說 這就是你一個平均的氣象狀態 不是的 我們是不是去去主實檢視說 這20年資料每一個不同的月份 它的這個氣象資料裡頭 它也去做一些標準差的一些計算 所以最後出發出來的是一個實際的氣象資料 那它才能夠反映成 就是當它在跑能耗的這個軟體的時候 它其實才能夠反映真實的狀況 所以它不是一個直接就拿過去的數據 就直接平均20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想在挑選資料跟這個部分上 當然也很感謝中央氣象局在這個部分的協助跟提供 謝謝 那這邊陳主任你要不要補充 來 好 我補充一點點 就是空間和時間的解析度 對於應用的不同狀態 是有不一樣的效益的 譬如說 現在的13個站 在下一階段的26個站 是希望能夠提供在台灣地區 盡量在至少在都市的城市這個scale 這個尺度上面能夠有一組基本的資料 當然因為台灣的地形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那對於實際的應用而言 在不同的即使是在一個城市裡面的不同的地區 它也會不一樣 所以譬如說像氣象中央氣象局 在101年的時候開始推出所謂的城鄉預報 368個鄉鎮的預報 它的目標就是希望說能夠讓我們科學能力 能夠達到的準確度 盡量在資料的這個部分能夠呈現出來 當然在這個計畫在整理這些資料的時候 其實它的資料並不是最原始的觀測資料 它事實上是有一套規定 怎麼樣去導出這個所謂建築要用的這個PMY的資料 所以它其實是有一段蠻複雜的程序不是那麼直覺的 所以是要花額外的時間去把這組資料 由基本的觀測資料來做出來 所以其實它這個可能是需要一階段一階段 譬如說第一個階段做了13個站 下一個階段會做26個站 那在下一個階段我們會去處理 就是對於這個氣候變形智庫 它這邊還有台大的團隊這邊會去處理更精細的資料 希望在未來能夠對於這個台灣地區的各個部分的建築物能夠做支援 那我們可以大概這樣子來看 就是說如果說我的空間資料的空間和時間解析度不夠的話 我大概對於所謂的譬如說建築設計 我只能做比較粗略的規劃 如果說我今天有高時空解析度的資料 其實我可以做比較詳細的規劃 所以在這裡面它就會有這個不同的應用程度上面差異 那基本上氣象資料大概可以很簡單的分兩種特性 一個是叫做歷史資料 一個叫做預報資料 那歷史資料它是經過投機之後它具有氣候的特性 所以它其實在一般的應用上我們稱它為 它是可以用在作為資源規劃或者是設計 譬如說你的建築的坐向開窗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可以在這邊用 那預報資料我們通常的用法是在用在做 我們稱之為這個企業的或是業務的這個最佳化 如果我們知道預報資料的話 如果知道明天的溫度 我可能可以先做一些事情 譬如說節能措施晚上的電費比較便宜 白天的電費比較貴 所以我可以在晚上先去做一些節能的措施 讓這些節省下來的能源在白天能夠去做使用 所以在這個部分就牽涉到你怎麼樣去做比較精細的操作 譬如說像剛剛建築中心的第二個案例 它其實已經建了一套整個的這個操作的運作的系統 它能夠很精細的掌握這個建築物裡面各式各樣的這個環境的狀態 並且它有大氣的環境狀態 這時候所以它能夠去做交互的運用 去做最佳化的電力的能耗的使用 好 謝謝陳主任 那在座還有沒有媒體朋友想要提問 請 幾個問題喔 第一個想要問台達電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這個計畫的 然後所謂的三年計畫預計到什麼時候結束 然後預計大概投入多少的金額 那第二個問題是想要問建築師 就是說在這套系統啟動之前 那當建築師想要做微氣候這方面設計的時候 你們是怎麼做的 是私底下去跟氣象局要資料嗎 然後自己再做計算 是不是這樣的方式 然後第三個問題想要問氣象局 就是說剛看出來台灣的氣象站其實是非常多的 那是不是除了以後這些氣象站的資料 都有可能可以納入到這個系統裡面去 謝謝 好 那我們是不是先從氣象局這邊先開始 那是局長這邊方便嗎 好 非常謝謝這位女士的問題 我想氣象局的氣象站確實是 目前的自動化的氣象站確實是已經非常多 大概已經有超過100個了 所以這部分的資料 逐漸應該是會對外界都公開的 不過就是說要配合這邊的計畫 還有就是說是不是這樣一個系統 是不是要用到那麼細等等 所以氣象的資料是會逐漸公開的 好 那下一個問題我們請九點事務所的永續長 來幫我們回答 大家好 畢行猜是九點事務所的永續長 那在台達這套系統上線之前 那我們事務所的話都是 就是像那個中央氣象局他們有一個 搭氣水文資料庫那邊去下載資料的 那下載資料的話 我們大概習慣就是說 因為他們都成立的很完整 我們大概只要點選我們需要的年月份 然後我就可以把 比如說去年2017年一整年 然後全部氣象站的資料都下載下來這樣子 但因為我們下載下來的資料 其實因為氣象局它的資料 它不見得說24小時都是有紀錄 它有時候可能碰到一些設備維修 或者是說它機能暫時停止運作 然後這一部分的話變成說 我們建築師自己還要再去 可能要再去稍微理解或去稍微整理一下 那我們事務所在目前的做法是說 我們是氣象資料歸氣象資料 然後建築設計是歸建築設計這樣的操作 比如說我們氣象資料是把它轉化成 從數據把它轉化成可視性的圖面 像是我們那種風花圖、風頻率圖 還有那種降雨量的累積變化這樣子 然後我們真正在做設計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是用手動的方式去建立我們的參數 那我們是希望說今天上線的這一套系統 可以讓我們在氣象資料 還有在設計操作上有更緊密的連結 謝謝各位 好 不好意思 謝謝 我想可以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氣象局所提供的資料 一般是比較大眾化的 沒有特別針對哪一個業務所需要 或者哪一個群體所需要的 所以像建築這邊所需要的 可能我們公開的那個資料庫 用起來會比較不方便 經過第一個層次的整理 就像這個團隊所做的整理 它是特別針對某一些族群 某一些應用來做出來的一個中介的產品 我想這個中介的產品的益處之一 就是不需要那麼多人都重複的 一直在做同樣的事情 我認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貢獻 這也是節能的一部分 因為每一個人要做同樣的事 事實上那種重複的工作 就需要非常多的資源在做 不過氣象局本身並沒有能力 自己造那麼多的資料 提供所有的人的使用 所以會需要有像台大的團隊 台大電台大集團這樣的熱心服務的一些人 來做一些很多人都可以公眾來用的資料 我認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謝謝 那我這裡補充一下基金會參與這個案子 那當然最早就是跟郭建築師 幾次上山下山 在建納馬下的過程當中 一直有這樣的一個發想 那其實對我們來說也是很陌生 那大家知道基金會一直很關心氣候變遷嗎 光這個場地我們辦的像AR5這些的發表會 所以跟氣象的專家們有認識 那一方面又推動綠建築 所以跟裁量房建築中心其實經常就把我們瑞光大樓 當成我們綠建築一個參訪點 那我們等於是認識兩邊的人 那就在想說有沒有可能把這些資料來加以做一些運用 當然這一定都要靠陳泰南 陳老師 這也是後來我們終於能找到這麼好的一個團隊 幫我們做整個資料的一個轉譯 如果以實際董事會立案進行的話 其實是從去年開始 但其實早在應該在2015年 那個時候在COP21 陳竹恩那時候就有跟我們一起去巴黎氣候變遷會議 所以那時候已經在想說 我們資料要如何來去加以做一個運用 然後後來又認識到像碗芝 這個財產房建築中心 他們在推Green Bean 那氣象在Green Bean裡面又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大概也是醞釀了兩三年 在去年開始運作 那整體的經費大概加起來總經費應該會是500左右 這目前我們預估是這樣 主要是以人力經費為主做開發 所以這點真的非常謝謝中央氣象局 這邊等於是免費的讓我們去使用 這方面的相關的氣象資源 那當然這後續如果要再繼續讓它更精準的維護 其實會運用到一些比較需要更多高速運轉的這些設備 那這個我們會再想下一步繼續如何來努力 但第一步我們現在先把資料開發出來 那下一步就是朝更精確 讓建築師們現在只是純粹下載 可以馬上來立即運用 那下一步呢或許連一般的業主都可以透過這樣的網站 就可以知道說其實在什麼樣的資料 對它來說這些可能是過去比較難懂的一些資料 讓它更簡易的一個呈現 那鄭先生有沒有要再補充一下我們在綠建築上面的一些努力 我們一起蓋了20多棟綠建築 每一棟並不相同 因為不同地點不同的這個狀況 不過除了剛才講的以外 有一件事情呢 這個有一些小的事情我自己體會到的跟大家參考 比如說這個我們要裝冷氣 你冷氣的進口是怎麼樣 因為我到泰國去看一位綠建築這個設計師 他就特別帶我去看 他是自己蓋了自己用 當他做的時候呢 床頭上面他門外有圍牆 他自己的家還有隔壁的家 兩棟房子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他把這個原來的房子拆掉去蓋綠建築的時候 他第一個把圍牆拿掉 然後在前面種樹 高高矮矮的樹 最後在他冷氣口的時候呢 他還有一個小游泳池 那麼他擺了一個電腦 擺了一個recorder 就是說讓他進氣的口 進來的溫度多少 還有室內的溫度多少 24小時都在做 那他找我去看 讓你真的難以相信 因為隔壁的鄰居呢 就是原有的建築 一個水泥牆 底下是水泥地 他這個呢已經全部種草種化了 那他把這兩個computer 都是他幫他鑽的 往冷氣的進氣口 在溫度白天相差7度C 7度C 那麼換句話說 他進來的溫度呢 因為旁邊有樹 有些地比較潮濕 還有溫度就降下去 另外他跟我講的 他的含氧量 空氣也新鮮 因為都經過樹 隔壁那個綠建築呢 是個牆 太陽光照到那個牆上 牆就很熱 還有地下也很熱 這個整個實際上 他的進口的溫度呢 是高過那個環境的平均 溫度還要高 那我們就想像 我們要把這兩個地方都一樣 假如規劃的不一樣的話 你要把這個7度把它降為同樣的溫度 你要耗多少點 所以在綠建築上面呢 做了不同的地方 做了不同的設想 那我到德國去看 德國人 他們常常有的時候是在 利用地底下 這個場溫21度 這個他把地下的溫度 引到他房間裡頭來 那我們在大陸的工廠 還有台灣也嘗試過 第一個禮拜 我們沒有大量去做 先小規模的來試試看的 還好 第一個禮拜是會降溫 可是越來越沒效了 因為怎麼樣 你把地上的溫度 引到底下 底下就跟上面差不多了 那原因呢是 它到底下以後 底下溫度跟地面一樣的話 它沒有傳走 可是在這個北美那個地方呢 它再出去一點是個濕地 那麼做這方面工程的人跟我講 你這個地方太好了 可以把地面上 不管是冬天很冷 或者夏天很熱 都可以利用地下的常溫來循環 那個效果就很好 實際上它保證在冷氣方面 可以省60% 那所以說很多 我是覺得這個建築師很用心 而且他很有經驗的話 你跟他講了以後 他會跑來看 現場到處看 當然剛才有朋友們講潮南 作北潮南 那的確是很有效 非常非常好 那我們一起 這個呢 要跟朋友們分享 因為 當我們剛開始蓋這個綠建築 剛開始去看德國人怎麼做 那我們覺得他們做得很好 而且效果很好 我們也去試 試下來呢 對我來說是超過 我原來想像的那麼好 所以這個呢 假如你要蓋房子的話 這個不要忘掉 要蓋綠建築 因為還有一些 我們綠建築的顧問了什麼 常常會警告大家呢 他說你去蓋 比如說你圍牆 你讓它隔熱做得好一點 你可能牆比較厚 才是不一樣 你會花更多的錢 可是反過來呢 你在牆上花更多的錢 你裡頭的冷氣就省掉 設備了使用就省掉 在他的理念呢 他是認為 綠建築就是一個該有的建築 不應該是很貴的建築 這個 我相信這個綠建築普遍以後 各方面的這個材料也越來越多 那還有一些經驗 比如說我們最早 去做的呢 就是我們太陽 比如說C曬了 或者這個玻璃 照理甲輪牛雙層的 隔熱玻璃 鍍膜的 那效果應該是很好 可是好好的玻璃 也不捨得把它打掉 那我們就貼 貼紙 效果也是很好 找的不一定是名牌 我們當時 要準備貼紙的時候呢 我們就找每一家 叫他拿樣品來 那我們所選擇的呢 是把這個紙貼到玻璃上面 當你看到外面去的時候呢 你幾乎覺得好像沒有貼紙差不多 讓你的景觀不會說 看出去是這個 關心就不太對了 選這種材料 而且呢 覺得它的隔熱的效果最好 不見得 當然你越暗的話效果會更好 可是你選了一些有相當程度的隔熱 可是對你的景觀也不會影響 這我們過去都花了一些時間呢 把這個市場的紙來做實驗 就做一個小房子 放在屋頂上一起去塞 看涼裡頭的溫度結果怎麼樣 反正有很多是用土的方法來做 然後做對的選擇 這樣一點一點做下去 效果都滿好的 謝謝 謝謝政仙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是不是請在座貴賓 我們在後面也再一張合照 我們是不是移動到我們綠色的草坪 那也邀請晚支副警長 林執行長 我們一起到前面 以及內政部建言所的夭博士 我們一起到前面去 那麼請同仁幫忙一下 幫我把桌子往後移 好各位貴賓 我們這邊有貼一個小點點 我們就腳尖對著小點點 這邊 這邊 因為人比較多 我們讓所有參與這個計畫 好我們是不是請中間的媒體朋友 拍得到 好左邊的媒體朋友 好像有點 都OK嗎 右邊的媒體朋友 好那大家再比一個讚好了 對不起我也沒有其他事 好都OK了嗎 好謝謝 那我們就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好看 有 AUDI Billy